后场劈掉往前停顿推后场 出界了 小戴赢了 小戴终于赢下了比赛 这是2020年年终小组赛第二轮 戴智颖对着东方组不上蓝 上场比赛两人都输球 这场对局就是生死战 谁说基本上出局 面对这样的绝境 小戴也打出了非常初始的表现 一起来看看吧 发一后场 调一些线 高远球过渡 第一局比赛双方非常焦灼 来到9比9 不算呢 只是发球送了一分 翻手 调后场 直线进攻 这半场球 小戴杀得真凶啊 都可以来选择 这球放我太漂亮了 可惜自己的杀球质量要求太高 其实小戴可以稍微降点质量 去到进攻的棉冠 减少收入 这个不算难 其实想法还是比较多的 又是一个出界 食物还是比较多的 发球的判断也失误 反手 往前 调一下给后场 这几个往前 不算难是防不住的 漂亮的进攻啊 不算难的防守稳定性 确实是不够 这球犹豫了一下去接了 其实戴自领是不占先手的 刚刚这个球接完之后 小戴这球防得真好啊 最后披萨的运气也非常好 清放 再拉斜先高远 漂亮 不算难这球防得真顽强 不算难这几个主动进攻 歪了一个比一个地步 他的进攻天赋还是差了一点 非常潇洒的反派防守 小戴这场的反派控的确实是很好 这就是技术 可以拍到后场 又是一拍 哇 这个机会球也失误了 这种机会球一定要抓住 这一次改批掉了 小戴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不算难是真的顽强 又追平了比分 还是自己的往前技术出色 又是一个往前假动作 不算难这球完全撤谎了 小戴定逐压力 拿下第一局 第二局比赛上来 小戴展示了一个非常出色的防守 接下的布上蓝打出非常出色的表现 你看这种头领区的进攻 也能打出来 小戴自然也不干事了 一个推后场后 直接突击 布上蓝没猜到 完全就没猜到 小戴打了一整场的后场反拍 终于出了机会了 底线的出界太多了 这很明显跟风向有关系 又是一拍大角度的披杀 后场的切球 这就是戴自然的招牌打法 布上蓝这个进攻打得很主动 还是后层的这种吊球 突然吊到往前 你真的很难防守 又是一个出界 这个风向确实是太不利了 再来一个后场的吊球 真接不到 这次是往前假动作推到后场 完全摸不到它的节奏 又是一个假动作的放网 然后再接披杀 再来一个假动作的推后掌 不上蓝 有点顶不住了 小带前后场 一调动机会就完全出来了 怎么打 怎么有了 小带的状态完全起来了 小带继续快速的突击 这种进攻的关系打得多好啊 20比15拿到赛点了 最后 不上蓝又是一个出界 小带2比0 轻松拿下第二场比赛 这一场比赛的后半段 小带的状态是彻底起来了 关键球连续了假动作 让对手防不胜防 如果接下来能够保持这种状态 那么我觉得出现还是非常有机会的